白色轎车四轮朝天 零件碎片都散落了一地 这起车祸发生在凌晨一点多 国道四号四点八公里 往清水的路段 驾驶一次失控打滑 先是撞上内侧护栏 再撞弹路见的护栏 整辆车撞破护网 翻覆在边坡上 连轮胎都撞歪变形 下雨天车打滑 乘客是几大几小 三大三小 叫伤势比较严重的是高中生 警方调查当时车上乘客 总共有六人 都是肇事驾驶的同事 以及他们的小孩 当时吃完饭准备返家 索性六名伤者送医后 没有生命危险 本案的肇事原因 上代离心 驾驶人经久车 是没有酒驾的情形 车辆载运人数 如果超过数额 可以储驾驶人 新台币三千元以上 一万八千元以下的罚款 惊醒的车祸还有这件 二十六号下午四点多 于年六十三岁 一个赖姓男子骑机车 载着七岁的孙子 当时入口号制显示红灯 他没有减速 一直往前骑 因为视线受到右前方 车辆遮挡 没注意到右侧 有一辆红色轿车 下一秒 阿公与孙子被红色轿车撞倒在地 两个人还翻滚了好几圈 躺在滚烫的马路上 一动都不动 阿公关心孙子的伤势 一度想要试着爬起来 但还是没有办法 路旁的民众都吓坏了 赶紧冲上前 确认他们的情况 骑士的部分是 这个肩胛骨有受伤 乘客的部分呢 身上有多出的擦伤 送医来治疗 那生命没有大碍 车祸现场就在云林台一线 抖六大雪路与中山路口 这个地方车流量大 车祸平传 警方也呼吁用路人 行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依照耗置行驶 行进大路口更以减速慢行 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华氏新闻林建峰 谢宪中 小月吴建宏 台中云林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